以前我只要看到警察 我就想跑 就想躲 因為我曾經已經被通緝了三四次 雖然錢現在是賺的少了一點點 但是生活還是過得很踏實 我這個人是一個很自私的人 我絕對把力先擺在前面 沒有力的事我絕對不會去做 所以就去找賺錢比較容易又輕鬆的來做 以前我在綠島服務的時候的一個朋友 他那邊有女孩子 我這邊有男孩子 從台灣帶男孩子過去大陸 跟女孩子坐起來有結婚 錢賺的比在部隊裡面多 在當兵的時候一個月才五萬多塊而已 我那個只要介紹一個成功的話 我大概有三十萬的理論可以拿 命期好的話一個月成交三四個案子 所以就決定退伍 然後去從事這個案子 在今天下午 台鐵發生一起害人聽聞的凶殺案件 被害人傷重送匿不治 不過索性兇嫌 立刻被車廂上堅毅勇為的乘客 多刀制服 那時候我剛好要上台北去辦一些事情 剛好那個車廂裡面都是婦女比較多 到樹林站的時候 門剛打開他那一道就下去 然後人就馬上往外逃跑 我跟另外兩個旅客 他情形不對 你就趕快上前去制服 去抓他 台鐵的局長有邀請我們 去辦法講說給我們 覺得說做了一些好事情 然後心裡覺得蠻開心的 這台鐵是一個插區 是 因為被力充分了頭 大概三、四百萬跑不掉 整天就是跟那些朋友出去吃吃喝玩玩 大概坐四年被抓 我們在被警察抓了以後 然後就入監服刑 原本是被判三年六個月 改變判一年八個月 因為我在裡面表現還算可以 所以第一次被報假釋就通過 管不到一年就回來了 所以我已經確定要報假釋了 接到桃園地方法院來的一張公文 就是前居他跟法院訴求離婚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就 腦子裡面都還是想著就是 在接遇的時候 的一個編號 還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 也不 不願意提自己的名字出來 我也想說找一個安定的工作來做 結果 因為我們去應徵的時候 就已經被老闆貼了一個更生人的要求在上面 沒有人願意接納我們 不願意給我們機會重新來過 所以很多人都是會在頭上絕路 那時候就是跟那些以前在綠島管的那些人 吃吃喝喝醉生夢是這樣 就是用酒精來麻痺自己 發生了一場車禍 然後人生整個跌到谷底 摩托車整台壓到我的腳 然後整個裡面的骨頭跟軟骨全部都碎掉 做了第三次手術 才得到一個讓我能遠離拐杖的生活 自己有錯 你想行駛 只好自己都很倒楣 那時候痛到要靠馬飛的止痛藥 才不會那麼疼痛 但是要去打這個止痛藥的話 變成要自己出錢 所以我到台灣取公所申請期限就住 第一次他願意幫我 但是到第二次的時候 想到一些很不好聽的話 就把我趕出來 然後就不願意幫我 那時候我很取笑 都是住長根醫院的家務病房 家屬休息室 晚上的時候 就找一個特製的倫藝 讓自己的腳能抬高 然後能睡覺 跟醫院的人要一些零錢 去溫飽三噸 來 出出出 來 怎麼樣 最近還好嗎 是我們爸生來的時候 他沒有幫我們導線 是因為怎樣 沒有啊 都要穿隔離衣啊 口罩都要戴起來 那時候我也是抱著沒有 就是試試看的那種感覺 那種心態進去的 但是沒想到 他們是那麼熱心的在幫忙 先幫助我 讓家裡能復水復電 再透過1919救助協會的 集囊救助金跟食物包 讓我來維持我的生活 讓我能填飽肚子這樣 真的讓我感觸很多 然後也真的覺得說 我是以前那麼壞的人 他們都還願意伸手 出來幫助我 他就是一直鼓勵我 一定要回家 他說你一定要回家 跟爸爸認錯 我會認錯第一天 爸爸就是 不知道是興奮還是 還是怎樣 但是整個年通紅 然後就暈倒 就送民生醫院 後來就是通知兩個妹妹 他們也過來 他說你終於想回來了 覺得心裡酸酸的 家人他們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從來沒有去過問過 也沒有管過 我剛回來的時候 我弟的小女兒看到我 都會緊張都會害怕 都會躲著我 但是現在久了 他就會跟我開玩笑啊 跟我玩 感覺也是差蠻多的 回到家裡住的時候 覺得比較溫暖溫心 真的有自己家的感覺 畏大哥 Aaron大哥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們送這次的物資過來 給你 最近有沒有好一點 我現在是在桃園農民院 當照服員的一個工作 平常休息放假的時候 就到家會去幫忙 去光環一些弱勢的家庭 然後妹妹就有肉鬆 你在吃西飯還是那個 就是那個湯的時候 加一點肉鬆去下去 然後可能會比較味道 對比較香一點點 自己也覺得說 以前做了那麼多壞事 我會給他們更多的溫暖 給他們一些愛 不只他們快樂 那我自己會得到很大的快樂 你這樣幫助我 我記得請你 我一定會好錢 我去幫助大家 好 我們一起去服務更多人 好 我一定會 好 像我在輔導一個個案的時候 跟他約了Aaron 然後我看起來就好像是壞人 然後警察就來跟我聯檢 我就把證券拿給他看 所以我現在是 以前雖然壞事做很多啦 但是現在沒有在做 還是現在在做好事 真的心裡面得到平安跟喜樂 現在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叫張志成